提到电子书,大家应该和我一样 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Kindle 但小米一直作为各个行业的搅局者 怎么可能不禁来掺和一脚 在去年的年末 小米推出了小米多看电子书 就是想从Kindle青春版的手中 分得一杯入门电子书的根 那一年过去了 小米是时候向高端电子书冲击了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这款产品 小米多看电子书Pro 既然名为Pro 我们先来看看相比于去年的入门版 做了哪些硬件方面的升级 首先是更大更细腻的屏幕 有之前的6英寸212ppi 升级为了7.8英寸300ppi 同时屏幕和边框也采用了纯屏一体化的设计 边框更窄 再也不用像之前一样 但些边框高于屏幕 容易藏物纳购了 然后是更大的机身内存组合 有之前的1G运存加16G内存的组合 升级为了2G运存加32G内存的组合 更大的电池容量 由1800mAh升级为3200mAh 更先进了无线连接方式 蓝牙由4.0升级为了5.0 WiFi新支持了5G的频段 最后就是这次的阅读灯 升级为了24G冷暖可调背光 让你在没有暖光源的时候 也能给你一个温馨的阅读体验 但我拿到手 最先注意的并不是以上这些升级 而是这颗边框上都出来的触摸式实体按键 熟悉第一代小米电子书的用户应该知道 小米电子书采用的是安卓系统 这意味着除了电子书自带的阅读软件外 你可以安装其他各种APP 这样你完全不用担心 在其他阅读软件上充的会员会浪费了 而第一代的小米电子书 由于没有返回键 只能在反手的安装一个悬浮球 才能方便的使用第三方APP 但一来是悬浮球会遮挡阅读内容 影响阅读体验 二来是稳定性方面做得还不够好 总是会时不时的闪退出错 清理缓存时也会将悬浮球清理掉 体验并不是很好 这颗按键的出现可以说解决了 那些需要使用第三方阅读软件的用户 等一大痛点 当然小米官方是肯定不可能鼓励这种 安装第三方软件的行为 安装软件还是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的 篇幅有限 安装方法我会放在评论区 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去评论区查看 那这颗实体按键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呢 小米总不可能为了让用户 更方便地使用别家的软件 而去增加一个返回键吧 打开触控按钮的功能设置页面 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小米赋予了这颗按键 长按触发全刷的功能 这里可能有小伙伴不太清楚全刷是什么意思 简单讲解下 因为电子墨水的原理 每一次翻页都会有一点点的字迹残留 所以当你翻页次数过多的时候 就会造成字迹重叠 出现残影 或影响阅读体验 全刷就是把残留的字迹扫掉 但全刷时会导致整个屏幕会黑那么一下 频率过高的话 对用户的观感会造成不适 同时也会增加耗电 所以在我以前使用的Kindle上 默认是系统自动帮你来判断 一般情况下 在你阅读了十几页后 会自动全刷一下 当然你不介意屏闪带来的不适和耗电 也可以设置每页都全刷 而小米都看见的SUPERO 在全刷的自定义程度上就要更高了 系统设置里可以设置单页 5页 10页 20页一次的阅读全刷 甚至可以设置不全刷 选择后 只有你在退出阅读界面与锁屏时 才会刷新屏幕 这也是我平时使用的设置 一大原因就是 我可以通过长按那个按键 在任何情况下来手动触发全刷 这样只有当我觉得残影对我有影响时 才会去使用全刷的功能 毕竟比起观看时 盆子的细微残影 个人感觉突然全刷时 带来的屏闪更影响阅读体验 不过一般来说 阅读文字时 一种Kindle上的系统默认控制全刷 已经完全够用了 这种手动控制全刷的优势 个人认为主要体验在漫画阅读体验上 由于漫画的场景比较复杂 无论是Kindle的系统自动控制 还是小米的自动固定频率全刷 都有些问题 就以我平时比较爱看的日漫来说 一般在每一画的开头 都会有几页的封面插画 这时在这些深色素材比较多的场景里 是需要比较高频的全刷的 残影的影响真的很严重 但一旦到了正文部分 大多数的场景都是以白色为底 这时残影的影响就小了很多 自然而然对全刷的需求就会降低 我试了在Kindle上观看漫画 一般三到四页就会全刷一次 阅读正片的时候 真的很影响阅读体验 所以还是这种手动触发全刷的方式 更适合看漫画 需要时在长按按键刷新一次 张持有度 而且这个手动全刷 对于第三方软件的使用 也是很有用处的 因为是第三方的APP 所以小米的自动全刷设置是不工作的 即使你设置了刷新频率 也不会触发全刷 没有这个按键的话 第三方软件使用时的残影 只能通过开关锁屏来实现 比较繁琐 那这么一看 好像这颗按键又有点位安装第三方软件 量胜定做的意思了 但除了刚开始上手时 为了尝鲜 我安装了一大堆第三方应用 甚至还安装了第三方的启动器 还方便快速启动程序 但没过两天 我就再也没使用过了 因为使用过程中我发现 小米电子书自身的资源扩展能力 已经足够优秀了 除了小米电子书Pro内置的多看阅读 微信读书 以及当当的三大输户资源外 还支持了多种输户导入方式 首先是网盘传输的方式 不仅可以使用本身的多看网盘 还可以导入百度网盘内的资源 可以说这一点 理论上就可以满足你对紫研的所有需求了 然后是传统的USB和蓝牙导入文件的方式 得益于小米电子书Pro文件格式支持的丰富性 可以让你在电子书上阅读各类文件 模式的下PPT Excel PDF这类格式的文件 体验上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 最后一个传输方式是我最喜欢的 也是我个人认为体验最好的 就是WLAN传输的方式 无需连线或者是配对蓝牙 在同一个局域网下 只需在电脑上打开对应的网页 将你需要的资源拖入对应的位置 就可以完成传输了 相比于网盘传输 更是免去了在墨水屏上来回点按的操作 毕竟墨水屏的操纵反馈 真的是够让人壮狂了 所以小米的电子书 可以安装第三方软件这一特性 我个人认为用户只需将其当作一个 锦上添花的功能就够了 因为通过上一代电子书的市场反馈 除了资源的高扩展性外 小米将用户使用电子书时 所需要的功能都内置了 比如自带的搜口输入法和语音输入 让用户在墨水屏上也能有良好的搜索体验 比如增加的青少年模式 让家长不用担心孩子 在使用电子书时 勿看了一些不健康的资源 电子书有这些功能真的就够了 毕竟对于选择电子书 而不是近似尺寸的平板来阅读的人群来说 除了屏幕类似纸张的感觉外 很大一部分人看中的是电子书的沉浸感吧 平板和手机上能干扰我们阅读的因素 真的太多了 总的来说 这款小米多看阅读电子书Pro 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 足够多的堆料 也堆了其他1299的售价 对于墨水屏的残影通病问题 也有自己独特的全刷解决方案 解决了一部分用电子书看漫画的人群的痛点 风波的扩展性也不用担心它的资源问题 唯一要挑毛病的话 就是它的背光让我感觉不太均匀 亮度调高时 底部能看到一条明显的光斑 但对我来说 除了长途坐火车 坐大巴时 会用到背光 平时我还是跟乐意关闭背光 在一个明亮的环境里阅读 影响不是很大 但如果你问我推不推荐购买 我个人还是建议屏幕弦的各位 还是先养成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后 再考虑电子书这类产品吧 毕竟电子书只是书籍的载体 你不能指望买了电子书后 自己就能安心地看书了 网友牺牲了kindle买回去盖泡面 不仅仅只是一个梗 更多的可能还是一种无奈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节目的同学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 这里是新天科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